林医生给我们一些提示 我们真的要先试一下 第二就是 我想问有没有懒人运动 我做到这么差的时候 我会觉得累 甚至有些人说 放你去浴室 你捏一下捏一下 不用自己做 有些人听过有些机器 就这样震 震也可以 有些人塗些膏 没有肚腩的膏 或者不知哪里想瘦就塗哪里 这些药食的所有形式的方式 有些什么种类和效果是怎样的 刚才你说有很多种 有些茶、做机、食药 西医也有些处方药物 是帮助减重的 现在有些排油类的药物 以前也有抑制食欲的 但现在也不能用 当然坊间有很多不知名的减肥药物 就要小心 有很多时可能有西药成分 或者有些禁药成分 吃了可能会影响心脏健康 或者会引发心脏病 那就是要小心 真是咨询医生 这些食育身体健康的东西 特别是胃靓 胃靓也有原因 而且胃靓也有安全 刚才说排油是否肚腹 不是 可以消毒脂的药物是这样的 其实它阻折了消化度 就是消化油分 所以油分吸收不到 消化不到 就会吃多少就排多少 也会引起一些 射油的现象 如果那一餐吃得很油腻的话 有时可能会有些肠胃的不适 或者多放胚 或者有时可能会有些滲油的现象 如果厉害的话 当然我们最需要生活健康 而且也要留意一下 每一种药物 我们都要找医生们 给一些适当的指引我们 不要盲目地相信 不同的一些坊间的谣言 就像我那样 所以我们要找不同的医生 要多问一些知识的东西 还有记者看了我们的心事台 有很多的资讯 我一不明白 就有或是不问的 大家可以传一些短信 或者Facebook留言给我们 帮你问一下 所有专家们 或者医生们 给一些资讯给我们 刚才我所说 我们说了吃药 也说了做运动要变化 药物要咨询专业人士 做肌肌 我听过一些 我看到一些 电的 电磁感震 是不是减肥肌就是电的 不是的 很多款式的 还有是否可以局部做到 譬如说 我改完之后 我觉得 手关有剪 不过肚腩 剪更大 即大肚腩 那是否可以只做肚腩 如果坊间可以在家用的 减肥机 很多时候是一些 类似电流 即是微电流 令到肌肉收缩的一些异器 其实就做收盈 或者通灵 会比减肥的 因为减肥 它是一些 不是真的做运动 它不是真的做运动 就是它的电流 令到你做 其实消耗的能量不多 所以就 未必减肥 但如果你说局部收盈 或者有些位置 想肯定一点 都会有一定的效果 那就是要看看 不要用错 而且要使用 有时做过农 又会有 我想问一下 如果坊间看到很多 有一个问题就是 整形 整容 或者叫做收身 纤体 减肥 这些字很多人用不同 看到报章 或者各界媒体 很多看到这些字 有没有分别的 或者我应该 我怎么知道我自己应该用些什么 那其实 如果纤体的话 通常我们可能是 比较 纤形方面的方向 不同瘦身 或者是减肥的 纤形是否就是 我扔腰要有个 狐狸形 是不是形状 或者我手臂不要 拜拜肉 那些就是修型 修型 而纤体就整个人 是缩水的 脂肪少一点 减肥就是 刚才一些传统的方法 其实是最有效的 就是减肥 就是为健康 或者为减重 那如果是纤形的话 就是局部修型 好像你这么说 就是 女士的话 就要狐狸形 男士可能要到三角 或者是 要身形 更健康 Deaf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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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